Captive 什麼時候放了那個正面罩 你說正面罩 其實我一直都有給這個親朋好友看 對啊 所以也沒有說 因為他還不是藝人嘛 對啊 那沒有關係 我覺得沒有關係 等一下以後如果真的 欸 有機會當藝人的時候 再說吧 對啊 我說Jordan啊 這樣我們是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朵婕榮和昆琳的愛女小周周 上個月10號誕生 她今天以基金會擔任人的身分 特別拋棄拋女 不是 是特別從台北南下到新竹 與偏鄉地區的小朋友 進行籃球最大的友誼賽 這也是女兒出生後 她首次在台灣公開露面 其實活動開始前她超擔心 我現在喔 就是 就是體力喔 就是沒有之前來的好 這個而且要打全場我覺得 為什麼不打半場就好了喔 老實講比較少自己的時間 因為要帶孩子 因為要帶孩子 嘿啦她要忙著顧小孩 還要固定飛到大陸 錄製中國好生意 有沒有發覺她好像真的 痾痾痾胖了一點 不過我們不care她胖不胖 比較care女兒小周周到底長得像誰啊 我當然是希望這個 痾 像我越少越好喔 對 尤其是眼睛的部分 我希望 可以對 慢慢變大 那老實說 跟我真的還蠻像的 對對對 像我的話 我覺得 鼻子 欸鼻子的話就是 不錯 這還ok的地方 那其他當然是希望可以 就是 對啊 對好 對啊 她就是希望女兒 你能多向昆林一點 而昆林這幾天 也開始復工工作 老婆要工作 還要忙帶小孩 愛氣的周董 也捨不得老婆這麼累 當你自己有 自己有小孩之後 才真的覺得媽媽的 真的很偉大 所以要多聽媽媽的話 小周周 爸爸說你以後記得要 要 把打